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会第18届世界大会16号在京开幕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汪洋指出 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领域的科技进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近些年 中国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领域的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都取得很大成就 特别是农业机械广泛采用 新品种大面积推广 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 不断加强 农业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 而且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 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立足国情农情 紧盯国际前沿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健全体制机制保障 加快自主创新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技 和农业生产实践解密结合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开幕式前 汪洋会见了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会 孙大文主席等一行 好